觀眾朋友大家好 凱米颱風已經遠離台灣 並且持續在減弱當中 不過它的外圍環流以及西南風的水氣 還是影響到台灣地區 所以我們可以從雨量圖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在台灣各地都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降雨情況出現 特別是在苗栗以南地區以及台東的南部 整個降雨的情況算是相當的明顯 至於在整個週末的天氣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明天還是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我們台灣的附近風場上主要是以偏南風為主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這個低壓帶就會逐漸的遠離台灣 我們台灣附近的風場上 就會轉來是吹偏東南風的環境為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明天的水氣上來講還是比較偏多一點點 在台灣各地以及外島的部分 都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陣雨或是雷雨的情況出現 特別提醒像是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部地區 都是容易會有局部大雨 甚至是好雨發生的機會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整個水氣上就會逐漸減少的情況 在花東地區以及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或是雷雨 不過在其他地方的話 則是回復城市以午後雷陣雨的天氣形態為主 最後我們提醒就是說 在沿海的風浪上來講還是比較偏強一點點 加上就是說在過去這段時間累積是相當多的一個累積雨量 所以大家如果說非必要的話 請大家不要前往山區以及海邊活動 另外就是說在 菲律賓的東南方海面上目前是有一個低壓震災發展當中 它在下禮拜一跟禮拜二的時候可能會影響到台灣的一個天氣 提醒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這個低壓系統 除外它的一個最新的一個天氣動態 以上資料是中央現像的主題公 都數字幕提醒大家 感谢观看